作词 李宗盛 你就是我的天使 给我快乐的天使 甚至我学会了飞翔 飞过人间的无常 才懂爱在世宝藏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 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 像孩子依赖着睫毛 像眼泪依赖着脸毛 你就像天使一样 给我依赖 给我力量 像世人依赖着月亮 像海豚依赖海洋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你就是我的天使 保护着我的天使 从此我再没有忧伤 你就是我的天使 给我快乐的天使 甚至我学会了飞翔 飞过人间的无常 才懂爱才是宝藏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 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 像孩子依赖着肩膀 像眼泪依赖着脸毛 你就像天使一样 给我依赖 给我力量 像世人依赖着月亮 像海豚依赖海洋 你是天使 你是天使 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我来讲一下五月天的这首天使 这是一首地道的歌 我把它设计成了C道的织法 然后我们用变得夹 夹在二品 这样的设计 比较适合初学者来学习 另外这首歌前奏部分 用C道的织法 比较容易演绎 接下来 我帮你点了演示一下前奏的部分 再放慢一些速度 这个前奏呢 朋友们如果开始练习起来有些困难的话 就尽量的放慢速度 等练习熟练以后再回到原来的速度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首歌用了什么和弦 这首歌 这个C和弦 在这首歌里面 这个C和弦 我们弹 五弦 三弦 二弦和一弦 这个五弦 是C 也就是这个和弦的根音 下面EM和弦 这个EM和弦 我选择了用六弦作为根音 六弦的空弦 六三二一 这四根弦 完整的EM和弦是这样的 这里面由于是分解和弦的 我们没有弹到五弦和四弦 所以说可以不按 这样 下面这个F和弦 我用了两种指法 一种是这个小横按 在歌曲的前面部分呢 用了这样的指法 还有另一种F和弦 我用了六弦作为根音 六弦的异品 这个F和弦呢 由于也是分解和弦 所以说这个 十指的横按呢 实际上只要按住六弦和二弦 以及一弦 这三根弦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中指呢 是三弦的二品 如果朋友们有些初学者呢 出现按不时的这种声音呢 尽量调整一下这个十指 这个纵向的这个位置 下面讲一下这个G和弦 这个G和弦呢 这按住两个手指 六弦的三品 三弦的空弦 二弦的空弦 和一弦的三品 完整的G和弦呢 还要按住这个五弦的二品 这里面呢 由于弹分解和弦 像刚刚前面一样的道理 没有弹到五弦 可以不按 下面一个和弦呢 是AM和弦 这个是五弦 三弦 二弦 一弦 完整的AM和弦 还要按住四弦的二品 这样的 这里面也可以省略这个四弦的二品 整首歌呢 只用了这五个和弦 下面我们看看右手的音型 前奏后面接下来的主歌呢 这个右手的音型呢 是这样的 这首歌呢 是四分之四拍子 一二三四 这个以八分音符的匀速 再进行这个分解和弦 慢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这个二和一呢 是同时的 由于我不能同时说出两个 两个声音 第二个和弦呢 主歌的第二个和弦 AM和弦 这个右手的音型运动规律 都是一样的 区别仅仅在于 比如说F和弦根音的不同 或者这个大层按的F 右手的音型运动规律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进入这首歌的中间段 以及这首歌的副歌 这首歌中间段的部分呢 由于是一个小节变两个和弦 就是两拍子一个和弦 一个小节里面呢 有四拍子 这个时候呢 就不适合这种 开始的这种音型 一 二 三 四 由于这种音型呢 四个拍子 只有第一拍 叹了根音 但是如果这一个小节里面 有两个和弦的话 就是两个拍子 换一个和弦 这样的话 第二个和弦 也要弹出根音 就变成这种 这个右手音型的运动规律是 五三二一三 或者叫根三二一三 因为这个根音弦呢 是随着和弦的变化 而有所不同的 前面的音型演奏方式呢 是这个 根三二一三 二一三 二一三 接下来这种 刚刚我讲到的这种音型呢 是根三二一三 根三二一三 这样 副歌也是这种音型的运动规律 下面呢 我慢一点连续的演示一下 这首歌的主歌部分 啊 下面呢就进入副歌 复格的运动规律跟主歌是一样的 现在我慢一点来演示一下复格的部分 刚刚的这个季合弦的后面接间奏的部分 这首歌的间奏跟前奏是一模一样的 朋友们只要把前奏练习好前奏也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这首歌的结尾也是用了前奏作为伪奏 只是在这个伪奏的最后一小节放慢了速度 在听觉上有一种结束的感觉 我稍慢一些来示范一下这个伪奏 后面一小节渐慢 初学者常常遇到的困惑是这个左手和弦的变换速度 没有那么快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找了一阵子 这个有一些方法 首先要把这首歌的速度放慢 让这个整体的速度流畅的进行下去 还有一种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弹分解和弦的时候 这个右手是依次出现的 先出现 跟音 然后再是上面的音 我慢一点的来演示这个分解和弦 这个分解和弦由于右手的一字出现 左手也可以依次的去按弦 它跟扫弦不一样 扫弦要求同时 这几个手指把该按的和弦音都按住 我慢一点来看看C和弦 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按 现在弹C和弦这样 就是我这个十指是后按的 这样 再看看这个G和弦 再看看F和弦 或者这个小横按的F和弦 或者这个小横按的F和弦 把先弹出来的弦 左手的手指先把注意力集中在 右手跟音要弹到的弦 另外我再补充一下 前奏里面有一个G弦 这样的 这个G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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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指按住的这个是二弦的一瓶 然后R是二弦三瓶用这个小指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根音也就是无名指的五弦三瓶 它要保持这个音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根音六弦三瓶不能松开要保持 这样再慢一点 这个Ry呢 不是通过右手弹出来的 是通过左手的小指积出来的 这种声音 好的 本节呢就讲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